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6年美国总统大选克林顿出来选总统的时候 辩论完的总统大选只是告诉全美国人 他说笨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 谁搞的好经济我们就支持谁 摆在我们眼前有三个选择 马来西亚不是两限制 马来西亚现在已经进入三国演义的时代 国政 国盟 还有西盟 国政如果赢谁做首相 就是巴干达兜的巫统主席阿玛迦塞 阿玛迦塞做首相 人们的事情都大了 人们的国政是西北搞辣 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他现在贪污案长生 他的案件47条贪污罪将在下个礼拜审完 11月10号就是阿玛迦塞最后一天审讯 判辞11月尾法官就要下判 所以他必须赶在下判之前尽快选完 根据法律如果国阵营能够警戒最高元首 提成首相人选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国政主席 国政主席你说他去见阿公 他提谁做首相 你能以为他真的杀到去提这个Ismael Sopi吗 他可能给Sopi做首相吗 他自己都要去坐牢了 他会给别人做首相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叫做Tom Cruise的Mission Impossible 对不对 那么他提自己做首相 为什么 因为只有他做首相 他才有这个权利 去指示总检察长 撤销他所有的控状 没有首相 就没有人有权利 可以指示总检察长 撤销所有的贪污控状 所以各位兄弟 各位姐妹 相信 如果1119 国政一营 搞不好啊 11月20号 阿吉哥都从Gajang Hotel出来了咯 到时候肥婆的控状 也撤销了 我们到时候就是 大事大掉了 所以如果不要看到这种剧面 大家一定要确保 孙埃布萨国会 这个 小达的 鸦 小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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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小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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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知道他现在天天对着 在唱张洪亮的名曲 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所以如果你们要看到他们两个 肩并肩排排坐吃果果 你一粒我一粒 一一一九 大家一起救 救什么 救马来西亚 各位 第一个选择 我相信没有什么人要举手了 我们做个名义调查 今天晚上整四千人在这边 但谁要阿玛加塞做首相的 请汲取你那漂亮的手 有没有让我看一下 做个名义调查 不及没有 三千八百个一个都没有 各报记者先生记得报导一下 第二个 谁要那一个失败首相 走后门的 根损定 某要定 马亚定 马亚定 马亚定做首相 短短两年 大家都不知道 当他把我们关在家里的时候 我在三个月在国会才收到 这个总继查室的报告 原来啊 原来他把我们MCO关在家里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时候 他偷偷跟阿龙借钱 一年借两千亿 这个马亚定啊 两年里面国家债务增加了四千亿 四千一百亿 马来西亚当安华做财政部长的时候 国债只有九百八十亿 马亚定做首相两年 就跟阿龙借了四千亿 你给他再做多五年 我们还不去荷兰 到时候不是二 way ticket 去荷兰还是one way ticket 所以各位 我们摆在眼前有什么选择 最好的选择就是 一定要选一个懂经济 会理财的人来做首相 而这首相就是希望联盟的首相人选 曾经被选为亚洲最佳财政部长 曾经在国会提成 马来西亚史上最后一份盈余预算案 曾经在任内让马币坚定坚稳 一对美金两块半 一对美金两块六 那个时候是安华做财政部长 也是因为在他做财政部长的八年内 马来西亚的股市 曾经历了超级大牛市 1993、1994、1995、1996 谁买股票全部赚大钱 我爸爸的朋友不知道什么名字 他买股票 我爸爸问他 你要你买什么股 他说什么 我买101 我听到101 以为他买的是那个101榴莲 哪里知道其实那个101就是IOI IOI的股票他都不懂 名字都不懂乱乱买也赚大钱 那就是安华做财政部长的时候 IOI跟101都分不清楚 也是贪乱 如果说吃辣 对不对 那时候每个人赚大钱 哇 酒家生意好得不得了 打宴会菜上菜 不是上六到八道 是十几道菜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赚钱 马来西亚经济过了超级大牛市 经济每一年成长8% 9% 这些都是安华担任财政部长的黄金年代 放眼三个首相人选 第一 阿玛加塞 第二 棍材丁 第三 安华 我今晚就要做一个名义调查 让全世界 包括网上的人民 谁支持安华担任首相的 举手举脚都可以 下本首宫大中心 安华伊布莱恩 其乐安格丹安 样 рав handsome 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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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e 所以各位 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使命感 但是要打仗 黄瑞玲是我的好兄弟 他说大军卫行 粮草先行 行动党跟其他政党不一样 我们公款公益公款 拨款归拨款 我们不像卖华工会 他们是国库通党库 党库通体库 我们是为了下一代 卖华也是为了下一代 是为了下面的口袋 所以今天晚上3800多人 希望大家帮帮忙 少少不拘 多多益善 能够捐多少就多少 因为我们在雪州做政府 从来不用政府的钱 所有的一元拨款必须要全数 全二归给受贿团体 不能够抽拥 不能够有谁甲工技师的做法 因此希望大家 当工作人员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帮帮忙 让我们创下四根庄 这个宴会最高的筹款纪录 请大家相信 一起努力 一起打拼 所以各位 这一次的选举只剩二十多天 要赢有两个条件 第一 必须确保投票率超过75%以上 国阵可以在马六甲和柔福州胜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投票率太低 当时国阵利用疫情的关系 制造恐慌 让人民关在家里 所以马六甲投票率只有55% 柔福的投票率只有60% 所以国阵可以赢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尤其是今晚 吃根庄的兄弟姐妹 华社今天是属于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不要忘记 我们人头不够人多 拳头不够人大 就好像华总会长当时吴天全所说 华社已经没有分裂的本钱 现在根据新的选民策 华人选民还占全国高达26%左右 26%就是一个关键少数 虽然你看起来好像不多 但是目前当今的政治巨势 马来选票一分为四 四分天下 60%的人口四分天下 国盟 西盟 国阵 瓦利山 老马等等 都在争取马来选票的时候 华社的关键少数就是照良者 制造良好施政 新政府的关键少数 所以马华告诉你说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我告诉你 那是天大的谎言 如果是投资 你就要听 不可以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就好像买股票 不能全部买Maybank 也要分一半买Public Bank 还要分一半买CIMB Jina India Malayu Bengali Bank 还要买RHB Bank 股票就要分散投资 政治不是 政治是讲人头的游戏 人头多力量大 每一张选票就是每一份力量 所以这一次 是跟庄Sungai Bersar都好 集中所有的选票 支持多元开明进步的政治力量 厂除国阵的种族霸权 消灭这个伊斯兰党的神权政治 伊斯兰党已经打算落实伊斯兰国 他们所提的 请大家千万千万记得 马来西亚不是阿富汗 马来西亚不是伊朗 马来西亚不是沙地阿拉伯 今天吉打州的这一个伊斯兰党政府 和吉兰丹 你知道吗 现在他们管的地方 戏院已经不能开了 万字票已经不可以卖了 现在连刘德华 周杰伦要来开演唱会也不可以了 一步一步来 温水煮青蛙 如果我们还睡不醒 到有一天睡醒的时候 人头捆怯了 已经太迟了 所以各位 当我们还可以发挥政治力量的时候 请在这个时候 为你的孩子 为你的孙子 投下这关键的一票 各位 明天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 马来西亚的民主改革 石根庄就是改革的火车头 我亲眼目睹 王瑞玲怎样把这个盆土的小渔村 经过这几节不断的耕耘 整天兴奋美丽 兴奋美丽 兴奋美丽 整天把这个石根庄 什么吴宗仙 天王巨星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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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综艺节目 带来石根庄 推动石根庄的旅游业 所以今天我仍在以保 石根庄大名鼎鼎 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口号 逍遥自在好地方 鱼米之相 石根庄 黄瑞玲功劳最大 世界第一 所以当他明年再来这里选举的时候 确保大家全力 鼎力支持我们的议长大人 让他继续为石根庄发光发热 照顾一方 所以我用这几句话 我还要赶去阿玛加塞的选区 所以等一下提早离席 还有几位重量级的人马在这边 在这边再次感谢大家 让我们一一九 大家一起就 让西梦启航 再创辉煌 谢谢各位 谢谢 让你 请不吝点赞